那么这个视频呢,来说一下,关于SFC顺序功能图,还有STL不仅提琴图,它之间的关系,那么它两者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说它一种呢,是写成这样子,一个块一样的一个东西,还有一种呢,就是写的像类似提琴图一样的一个东西。 那我本人呢,是比较爱好写STL,多多写这个的,写这个SFC的,因为写这个它麻烦,我需要去点它,比如说我这里点点点点点,那它需要鼠标参与的比较多,也就是说它比较麻烦,那么使用写不仅提琴图的话,那可能我写键盘的时候会多一点,那么就比较少用鼠标, 那么其实两者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呢,这里,那我,我们说怎么样把它转换成,啊,不仅提琴图,那么,从这种SFC的话呢,转换成不仅提琴图,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工程,然后工程类型更改,确定。 哦,有存在没有转换的SFC,是吧,OK,那我按一下F4,然后,再转换,就应该可以了。 看一下哪里没有转换的。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好,OK,那么,OK,那么这里呢,就转换过来了。 那么我们看到,首先,我这里是没有写那个,写那个LM8002的,那么我补写一下吧。 补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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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 一般是这样子的。 呃,这里。 好,OK,那我,这里再转换。 。 OK,可以了。 好,那么我们看到,这里呢,就是我原先写的,提琴图的部分。 好,那么从,呃,从这里开始,一直到这里。 这一段呢,就是我们写的SFC的部分。 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它默认是从,呃,我遇到的这个STL开始,到RET,它默认是写的是一个,呃,一个块里面的一些程序。 好,那么我们看到。 好,开一个图片。 好,这个。 好,这个。 好,ok,这放下。 放下一点点。 好, 把这张图放大。 去看这里。 那,那我们看到,首先,STL S0呢,它就是进入到这一步。 然后呢,这里有一个。 SETM20 那么这个呢 这个段呢 它就是我们写在S0这一步 包括这个判断 它默认是一块的 这个一些东西 那么这里呢 STLS20就是说是进入到了S20的这一步 然后我们看我里面是写的一点东西 首先是 接通线圈Y0 然后当M10 接通M10的时候 就去跳转回S0 跳转回S0 是这样子 那么这个程序 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程序 一个单序列的一个程序 那么它默认哪里是一块呢 就是由一个SET之间 到下一个SET之前 不是 就是一个STL之间 到下一个STL 这之间 所有的都是一个程序 那么也就是说从这里 因为我后面是跳转的嘛 跳转的就是 从这里 这一块 都是属于S20 里面的一些程序 那么我们之前说过有三种 写法是什么呢 就是 单序列选择分支和并行分支 对吧 那么呢 这里我来说一下单序列怎么写 单序列怎么写 首先我把这里删掉 把这里删掉 删掉 删掉完了之后呢 首先这里SETS0和STLS0 就是说进入到这一步 进入到这一步呢 这里我假设有一个什么条件 我要跳转的S20的话呢 就比如说是 当我的M0接通 我就去跳到S20 好 S20 这个就是S0里面东西 叫STL S20 然后比如说我输出一个Y0 然后再输出一个 输出一个 比如说输出一个Y1 这都可以 但是它这样子我们要转换 它就会显示出错 那么因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这里默认 包括SFC也一样 它默认它只能这里有一条 有一条没有 没有那个触点的线 所以呢 这里把它连起来 把它把前面删掉 就可以这是输出 然后呢 跳转的话 比如说这里 当T1达到 我们原来写的是TIN 对不对 但是这里写TIN 是写不了的 那么就是 它要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跳转步数 比如说我跳到S21步 跳到S21步 那这STL S21 好OK 那么也就是说 从这个 从这个S20 之后 一直到 我遇到下一个STL S21 或者不是S21 是S30 或者连贯的 不连贯的 都OK 那么它 这里 这里呢 它都是属于是 都属于是 在S20这一步 里面的东西 好 那么STL S21 比如说 当我接到X 当我这里等到S1 我就要跳回到S0 那么怎么办呢 好 那么这个跳转呢 它写的就不是SET了 它写的是一个显圈 显圈S0 就是说 这里是跳S0 好 OK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单序列的一个写法 好 那么选择分支 是一个什么写呢 选择分支 比如说 我假设 我拿这条来举例吧 啊 拿这条来举例 比如说 我这里 S0步 我就不跳到S20步了 我直接就把它跳到S23步 跳到S23步 然后这里STL S23 后面我不要 然后呢 我其实这里是写少一点东西 这里呢 末尾 这里要写一个IET 要写一个IET 代表我所有的步进 到这个位置就完了 那么这个是写漏了 OK 那么我把前面这一段删掉 然后我S23里面 我原来是写了什么 是驱动一个C0K6 对不对 好 驱动一个C0K6 C0K6 那么C0K6到这里呢 它就会出现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C0到达K6 一种呢 是C0还没到达K6 它分别要去执行的一个 那么我原来的程序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达到了之后 我就去接通S24步 对不对 接到S24步 就在这里来 那么如果我C0没有到达呢 那就去到30步去 到30步去 然后再分别去写 比如说S2步 里面要写什么 比如说我输出Y0 去输出Y0 然后呢 比如说这里还有去跳到S25步的 它是S25步的 比如说STL S25步 S25步 那么S25步我这里 它这里需要有一个条件 就跳到S 比如说T10到达 T10到达 举个例子 T10到达 就接通到S25步 那么我S25步这里是什么呢 这里我要 比如说我要把它跳回到0步 跳回到0步 那么就比如说 只要它一到达 我就让它 让它跳吧 这里用M 这里都是举例子啊 比如说我要让它跳回到0步 就是S0 先去S0就OK了 然后这边呢 比如说30步 再来写30步 STL S30 30步呢 比如说一样 比如说我完成了洗涤 就是说我输出 比如说输出Y10 也输出Y10 然后 比如说输出一个T10 K50 比如说我洗涤5秒后 那么当5秒到达 我就把它跳回到S23步 S23步 这个 这个 扩号呢 这个线圈形呢 它代表是一个跳转 那么这个呢 可以这样子写 然后最后再R1T 基本上 这个程序 这样子就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了 是可以执行的 是可以执行的 那么它一样 默证是什么呢 默证就是把这个STL S30到R1T之间的这一段 我认为是S30步 里面都在那么S30步 比如说我这里的 在跳回的 执行完跳回的23步 是这样子 这是第二种 选择分支 选择分支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并行分支 并行分支 那么并行分支 这里呢 我原来写的是这里 只要有一个条件 我就让它 跳到S20和S30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 是在S0 就开始写的 比如说 这个 比如说原来是MB接通 那么同时去S20 和S30 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 然后 然后 我比如说 我写这里 比如说我分别跳到S23和S33 举个例子 那么比如说 STL是S20步的话 换了那么我 啊这里 好 随便写吧 跳到S23步 好 然后 在STLS30步呢 比如说是 呃 接通M1 去 跳到 呃 跳到 S33步 好 好 那么 跳到 S23和S33步之后 我们这里 是不是要有一个 有一个汇总 啊 有一个汇总 啊 那么这里的汇总呢 啊 那它 是这样子写的 比如说我原来这个里面 我记得写的是讲个T 对不对 一个T0 一个T10 啊 那么怎么写呢 这里 是这样子的 写一个STLS S23 然后再写一个STLS S33 啊 S33 最后这里 比如说呃 我T0到达 呃 T10也到达 啊 这里就TIN 对不对 TIN 那么TIN呢 我们这里 执行完这一步 它是跳回到S0 所以呢 是OUT S0 好 然后最后这里RET 就这样子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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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把它 我把它转回去 看一下 转回去看一下 那两个都没有什么 大的疑问 那么主要还是在这种程序上 它可能会一点点疑问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和这个图 是非常类似的 非常类似的 它是并行分支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然后这里面其实没写东西啊 是不是 就等于转换过来了 好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比如说 好 再转回来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里还有一个块呢 还有一个块 是怎么写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 就不是说 那么它是默认 如果我写的两个 STL之话呢 它默认是把这两个并起来 然后再去执行这个 也就是属于并行分支的一个回流 并行分支的回流 那么比如说我这里 要 要跳到 比如说这里 我跳到S24步吧 跳到S24步 那这里就是不是 S24步啊 然后 那么出现这个K0不要紧啊 出现这个K0不要紧 现在这个K0呢 只是说明它给的这个不够长 那么看到没有关系 如果说觉得碍眼的话 把它删掉重新啊 这个线拉长一点 在前面写就没有问题的啊 是不是 没有问题 好 这里R1T我把它让开一下 不删掉 然后 STL S24 S24里面写什么呢 比如说我 检测到X10 我就把它 OUT到S0 是不是 怎么回事啊 那我们再转回去看一下 是不是一样的 是不是如我所要求的 这个就不用看了 这里面就一句啊 就要看这个 就要看这个啊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是不是 DiAn 然后跳回到 跳回到了0步 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一样的 好 OK 那么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那么下个视频开始呢 然后准备开始讲 功能指令了 那么 关于SFC的四节课呢 大概就到这里 就是 这个主要还是 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的辅助 比如说 我写步进 有一种写法 就是说我是 不停的给一些 比如说像 四伏什么的 发一些步进指定 比如说我要走 比如说我要走机械手的话 可能我就 发一个 走2000步 要走3000 怎么正走2000 反走3000 等等等等 这样一些 所以他还是需要 依靠到公众指定 步进呢 只是说 他是限制了他 严格的 按照我想要的流程去走 那就不受 提醒图那种 说随机的 那种方式 OK